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以理对他所看到的意象感到忧愁 于是他开始为此祷告并且计时 他坚持祷告了三周之久 直到上帝的使者来到他面前给了他答案 但以理明白其中的秘诀 他没有因为立即得到回应而放弃祷告 他一直坚持直到上帝回应 他明白祷告并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他懂得要不住的祷告 信靠上帝会在他的时间里回应 他明白你必须祷告并且继续祷告 直到事情发生 直到突破来临 直到神迹发生 祷告直到医治临到 祷告直到胜利到来 坚持不懈的祷告 有意图的祷告 并且最重要的是充满祷告的心 有些日子你可能会感到想放弃 有些日子你的喜乐会消失 精力会耗尽 感觉也可能会渐渐淡去 但永远不要放弃 始终记得 这是主的命令 要不住地祷告 在适当的时间 你将会得到回报 你经历的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上帝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 在你尚未在母腹中成行之前 他已经为你规划了一切 不仅仅是你的最终目的地 他还计划了你要面对的障碍 你生命可能会出现的任何转折点 你的前进速度 以及你行走的步伐 旅程中你会遇见的人 那些伤害你的人和帮助你的人 甚至那些你从未遇见的情况 上帝知道 上帝早已知道 他在一切发生之前 就已经看见了一切 我真正想告诉你的是 你的未知对上帝是已知的 你的答案就在恐惧的另一边 你的救主已经付出了代价 来让你得自由 你的医治已经在那里 因他的鞭伤你得了医治 在灾难来临之前 你的拯救已经准备好 即使你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他知道 他引导你的脚步 正如圣经所说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问题是 我们常常想知道所有的细节 我经历过风暴 我感受过痛苦 我受过伤害 我曾经问上帝 你在哪里 回顾过去 即使那场风暴非常难以度过 但他教会了我一些东西 他教会了我信靠耶稣 教会了我祷告 教会了我在 只剩下信心的时候站稳 只靠信心 而正如有一首歌所说 通过这一切 我学会了信靠上帝 通过这一切 我学会了依靠他的话语 你猜后来怎么样 他从未让我失望过 在生活中 有时候人们容易被一个瞬间定义 有些人被一段失败的感情定义 有些人被失败的商业投资定义 有些人被离婚定义 甚至有人被职业生涯的终结定义 但在圣经中 魔鬼被称为控告者 他很乐意让你相信 因为那一个错误 因为那一次失败 因为那一个阶段 你应该开始轻视自己 但让我告诉你 无论你犯了什么错误 上帝的计划仍然会实现 上帝的旨意仍然会成就 上帝知道你的开始和结束 他知道你所有的高峰和低谷 他数算你的好日子 远超过你的坏日子 你可能失败过 但你不是一个失败者 你可能做过一些错误的选择 但那不是你的定义 你可能有一些问题 但你不是一个问题 你看 作为控告者 敌人会不断地给你贴上负面的标签 试图定义你 他会称你为 引君子 失败者 输家或辍学者 但上帝的话语称你为被救赎的人 他称你为蒙拣选的族类 是君尊的祭司 你被耶稣的血洗净 被他的鞭伤医治 生命纪二十八章十四节说 耶和华就必使你作手不作伪 但居上不居下 上帝应许他的子民 如果遵守他的诫命 他会使他们在各方面得胜 领先和蒙福 而不是落后或被压制 作手意味着处于主导 受祝福和有影响力的位置 而不是作伪 即处于低位 受压制或被忽视 这是一种祝福的象征 表示上帝会使他的子民走在前列 充满智慧和力量 来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因此 不要让魔鬼给你贴标签 他不能决定你的命运 拒绝那些别人仕途贴在你身上的标签 永远不要相信控告者的谎言 你不是由你的错误定义的 而是由上帝对你的评价定义的 你是被饶恕的 你是被爱的 你是蒙他其一恩典所救赎的 所以继续前进吧 你的错误已经成为过去 上帝在你的未来 你看 忧虑其实是关于视角的问题 一个有信心的信徒会祷告说 上帝 请和我一起 面对我所经历的风暴 一个充满忧虑的信徒会祷告说 上帝 如果这场风暴摧毁我怎么办 如果他永远不结束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呢 我们多少次听到 不要忧虑这句话 上帝的话语 也同样对我们这些 他的孩子说这两句话 但无论我们听到多少次 也无论我们在圣经中 读到多少次 总是有某些事情 会让我们担心 在这个世界上 你将会遇到困难 你会面临一些艰难 不是所有事情 都会如你所愿 但是 耶稣说的话语 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告诉我们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耶稣说 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所以 勇敢起来吧 对有些人来说 当他们敬拜时 信心最强 对其他人来说 他们在祷告中 表现出最强的信心 他们是代祷者 祷告战士 还有一些人 在上帝的话语中 找到 无论你需要做什么 来获得属天的力量 找到他 当你找到他时 没有任何地狱的恶魔 能将你打倒 没有任何邪恶 能使你陷落 所以我鼓励你 使用你的他 如果你是个敬拜者 使用敬拜来对抗敌人 如果你是个祷告战士 使用祷告来对抗敌人 只有上帝能给你确认 不是人 毕竟创造你的是上帝 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 所以要成为上帝 呼召你成为的人 因为他在造你时 从未犯过错误 你是否曾参与过一场争斗 为工作而斗争 为关系而斗争 我们每个人都在某个时刻 不得不去斗争 而我们需要意识到的一件事是 每一天 从我们醒来到我们睡着 我们都在一场征战中 我们卷入了一场冲突 善与恶之间的斗争 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它每一天都在进行 随着我们年纪渐长 作为更成熟的基督徒 我们被呼召 要装备上帝赐给我们的武器 必要穿上全副的上帝军装 以福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说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而我想问你的是 你是否回应了这个护照 你是否回应了要穿上 全副上帝军装的护照 上帝的子民 在这场战斗中 我们首先要记住的是 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不是一个小偷 不是那个可怕的邻居 也不是职场上的霸凌者 我们看不见的敌人 只能在属灵领域 通过信心的眼睛被揭示 只能通过属灵的分辨力被识别 我今天要激励你 唤起你 提醒你 要我们被恶所杀害 这不是上帝的旨意 让我们被击败 也不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不会坐在天堂里 对你说 我孩子 自己想办法吧 你来处理这个问题 上帝不会让我们自生自灭 他不会抛弃我们 听我说 上帝真正想要我们做的 是穿上他的全副军装 他希望我们站在战场上 为他而战 在这场战争中 没有中立地带 如果我们不为主而战 那我们就是再为邪恶而战 现在的问题是 在这场战斗中 你会站在哪一边 许多信徒陷入了似是而非的 为上帝而活的陷阱中 但那只会让你变得不冷不热 好消息是 上帝的审判 已经宣告在魔鬼身上 魔鬼已被判定 要受永远的咒诅 而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 基督的信徒 注定要得胜 我们注定要得胜 只要我们选择 站在上帝这一边 主不是一个独裁者 他不会强迫我们 站在他一边 他赋予我们自由意志 让我们选择善与恶 选择成为上帝的战士 或是敌人的战士 你会选择什么 作为基督的战士 每次进入战斗时 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仅仅是得胜者 甚至是得胜有余的 我们已经胜利了 我们是那些会见证自己并非失败的士兵 而是得胜者的人 这一真理应该点燃你内心的火焰 它应该给你足够的鼓励 让你大胆宣告你的信仰 站稳并为基督做见证 奋力与看不见的邪恶作战 有人可能会问 我们该如何与看不见的敌人作战 我们如何对抗一股无形的力量 上帝 我们的最高指挥官 已经为他的战士们制定了战斗计划 作为至高上帝的儿女 我们在这场战斗中 被呼召成为他的祷告战士 并被呼召要不住的祷告 你是否曾想过 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 有些人将这解读为重复的祷告 但其实不是 这意味着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专注于上帝 祷告是我们信仰中最好的操练 作为祷告战士 我们所爱的一切 我们所关联的一切 都必须被祷告覆盖 这意味着我们的家人 亲人 朋友 都应该在祷告的散下 即便在高潮和低谷中 挣扎和困难时 重要时刻和成功时 一切我们经历的都应该在祷告中完成 你看 去教会 读圣经 做善事是基督徒生活中所必须的 但只有通过祷告的操练 我们才能战胜试探和挑战 只有当我们成为祷告战士时 我们才能击败那潜伏在黑暗中 试图欺骗我们的看不见的敌人 只有通过祷告 我们才能经历上帝的大能 只有那时 我们才能体会到 在全能上帝的保护下 生活的感受 也只有通过这种操练 我们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 不偏离我们的 王和主耶稣基督的命令 所以 下次当你发现 自己身处战斗中时 记住你需要采取的姿态 那就是跪下降服 并愿意让主掌管一切 我们是否已经决定 在这场战斗中站在哪一边 你会站在谁的一边 做出选择 就像约书亚一样 他站出来 做了一个选择 约书亚基24章15节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既不可施 时不再来 眼下是做出决定的关键时刻 不容拖延或犹豫 如果错过了 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 因此 他决定为上帝而战 站在上帝的一边 你呢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领受这信息的祝福 请考虑赞助我们的事工 并分享我们的影片 使更多人蒙福 你是有福的 为要成为他人的祝福 谢谢 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平安常伴你左右 请不吝点赞助我 请不吝点赞助我 请不吝点赞助我